观察市场行为,品位多工变化,大到之前,财富加免 大家好,欢迎来到JB CryptoMetal 今天发生到一天,目前呢 除了价格是暴跌后,短线的盘整 目前的话,今天也是半夜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决议 到加50个基点,还是75个基点 目前的话呢,还无法去确定 那这绝对会影响到短线的价格波动 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 那目前呢,就讲一下这一段行情 如果你是第四个视频,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链接 加入这些交社群 必然就会稀有需要信 如果你想要了解最几行情资讯和一些观众补充 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 好,那回来盘面看一下 带过,还有点了,我们这个大赛 这个战队啊 目前的话加入即可抽奖 大概也可以一人可以抽大概几百U吧 如果你想要把握机会的话可以 去加入这样一个战队 目前有154个人加入 好,给你们参考啊 OK,这个叫Bibbit这个交易大赛 如果你有Bibbit账号的话 你是这样一个交易者 你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的战队这样子 好 我们影片下方第三个链接 那我们跑到旁边看一下 目前在那两个位置啊 我们一样啊 先讲一下如果要触底的话 它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是可以触底的 首先呢我会主要关注 关注什么 我并不会关注一个特别的一个价格 首先讲一下为什么 先讲 什么情况我会去大笔抄底 出现 我们看一下上一轮 上一轮 类似这一种 多头 天亮承接 这样子 可以去买入 那这里呢 看一下 后续的话也有 242时 看这里 买盘承接 这里的状态啊 我跟大家做一个 时光回放演示一下 看这里 它其实什么 哎 下破型的地方量 后面一个阳柱呢 但是后面一个阳柱 马上拉上去 所以你会在 这个阳柱出现的时候 你去买入 对吧 下跌阴柱的 那个 存在量啊 被后面这个阳柱拉口的存在量 来得大 吞掉了 后续就别看涨了 好 是这样的概念 那 其实逻辑就很类似的 逻辑就非常类似 我们看一下后面 还有什么情况啊 后面还有一个 哪个位置啊 这里 你看 今天走出了什么 这边走出了什么 它走出什么 哎 有个通道线 多次来测试通道线 1 2 3 第四处级 然后呢 它也是破进原本这样的买盘区 然后呢 出现这样一个 下跌以来 最大的一个成交量 但是一根阳柱 你发现 是个阳柱 这么大个成交量 阳柱 那么 同时面与下方的一个需求区 这是个买入机位 对不对 需求天量 那这里 相对大 但是并没有特别大 尤其呢 你看 正出现的时候 下根阴柱呢 其实就否决了它的入爪信号了 因为说你看 这个阳柱出现之后 下根阴柱下跌 上涨没有延续嘛 你看这里 阳柱是 齐发的 连续上涨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连续性的 阳柱出现之后 放到阳柱 后续几个阳柱呢 接连出现 然后价格拉升 好 所以目前的状况 是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我们看一下当前价格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讲一下 很多问问说 这一波会不会直接跌到一万 一万三 一万二对不对 这一波会不会直接跌到那边 我个人的 给的答案是不会 我讲一下理由 大概上一次吧 上一个直播吧 我们大概刚好讲完了 这个 这个 推动的这个推动浪 我看一下 我画哪里啊 看一下哪个图 好像不见了 没有没有 在在在 好 这大级别的 一二三四五 那三浪的底部呢 在哪边 我是无法确定 事早确定 但目前来说啊 这地方呢 短期来讲 触及到哪个地方 我们触及了 原本前方这样的一个 接近这样的一个 需要区 也是这样的一个 充满密区啊 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样的区域 把框起来 大家都知道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 会不会出现买盘呢 我认为是 大概率是会的 大概率会 那我们是不是要等待 一万 一万八买呢 好 这就是一个好问题啊 我并不会一定等一万八买 好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啊 我们看一下 一样把这个隐藏 你看 我们其实上一轮下跌呢 哪边只跌的 这里只跌的 那 到这个时候呢 请问当时 的市场状态 什么位置 买盘是最强的 或大家预期 要买入现货的 欲望最强的 三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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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看周线好了 你可能稍微 观察得更细微一点 诶 那么只三万 我们可以在三万一千七 这样周线的数码价 周线的起涨点 周线的一个二币形态 周线级别这样的一个 二币吞没 二币吞没 这样的一个 起涨位置 做买入 所以这个位置是哪里 三万一千七 那价格有空到吗 其实并没有触及 他并没有打到 打到这哪里 三万二千九 直跌了 好 所以这边 我本来是什么 我本来是说 并没有确定说哪边一定会直跌 一定会 哪边一定打哪边才会直跌 懂我意思吧 明显 相当最明显的一个支撑位置是三万嘛 并没有理论告诉你 一定要打到三万再直跌 他这边提早出现了一个买盘信号 就直跌了 是不是 就直跌了 那目前的状态呢 我当然没有说目前直跌了 目前是没有直跌迹象 目前的话呢 要说他直跌 还是比较欠缺逻辑的 前面这根阴线 虽然是一个实质型 但是他并没有说特别漂亮 他并不是搜一个阳柱 或搜一个实体 就小到不能小一个实质型 他搜了一个实体 有实体 但是 40字星的一个阴柱 那这个阴柱呢 程量也不错 他会是个短期价格 有停止迹象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 目前接下几天 的状态 那今天晚上 有一样的会议加息 如果说他只加50个基点 后续价格 短期处理可能性太大了 那我们加75个 还要关注后续价格 还会持续下跌 所以目前的非常关键 如果你是找买入现货的机会 如果今晚只加50个基点 那么接下来这 几天到一周 我相信接下来买入机会 你要特别买 特别去关注 尤其价格 是非常迫近我们前方这样的一个 堆积区域 这里 好 还有点 大家说 不是说我们 比如说 我们筹码堆积处像这里 筹码堆积方 密集区域像这里 这哪里看一下 10300 有没有觉得到 但是有机会 也是有机会的 但我认为不是这一轮下跌会到的 懂我意思吧 不是这一轮下跌会到的 有的话呢 跟下跌的这个推动浪的一个长短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说啊 这里实际可以画出五浪结构 我看这边 一浪 二 三 四 目前第五浪 那五浪如果直接衍生下去呢 其实逻辑是不太符合逻辑的 你看 你看漏口了 五浪可以这么长吗 这 呃 说服力不太够 说服力不太够 所以其实短期来说啊 尤其是面临在那个需求区 需求区 同时它是一个前方 我们本来牛市啊 突破牛市高点 这样一个转折点 趋势转折点 在这个 19,800左右 这个地方是转折点 那这个位置呢 同时也是什么东西啊 它也是 也是什么 也是我们这五浪下跌可能一个目标价格 对 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短期来说如果今天只加50个基点 我可以告诉你非常大概率 短期来讲要跌破2万 或有可以虚破2万 比如说跌了19,500 但是你要大幅迪返远 比如一万六零万五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 那如果加75级累务的话 我们还是关注 看情况 станов 但品牌说我个人是比较偏多 就是目前来讲呢 做空话没有不行 短空可以 但如果你要做趋势控肯达的话 这边已经是一个 看看 这边是一个恐慌的抛售 这边再一次恐慌抛售 所以就连续两次的一个恐慌抛售了 那连续两次的恐慌抛售 那么情况下呢 我个人是不太认为说 他这边还可以再 再一次毛收下去 但是我这样概率 但是概率较低嘛 概率较低 所以目前的话 我说主要是关注啊 偏向关注买入的机会 这样子 那目前呢 我还没有去大笔买入现货 也说目前的话 还欠缺什么 欠缺日线级别的天亮 日线级别的这个 阳柱承接 这样的阳柱嘛 这样的阳柱嘛 这样承接的能量呢 是没有出来的 好还没出来 所以目前还是关注啊 接下来的 晚上这个会议决议 还有接下来的价格行为 去判断 就短期来说啊 其实我们这样看啊 我们如果整段 用这个周线级别 这样日线来看 好周线可以啊 我们一段来看 我们第一段下跌的五浪先删除 五浪下跌 第一段下跌呢 我们的反弹有多少 看反弹来到382 46762最高来到哪边 最高来到 我们看下价格 来到这个48110 所以它是坦到哪里 382做下跌延续 那这里呢 回 跌了100步 回谈38.2步 这样概念 好 那我们删除 那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从这一浪 三浪下跌 三浪下跌 如果说触底了 假设说 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假设 在1995 1950触底 达到这个冲法区 触底了 短期将触底 那么反弹呢 382 30342 以后回到上一个冲法区啊 它的难度是相对低的 你说哪里 我们回到 回到这个区域 回到这个区域的难度 是相对低的 相对低的 我们需要去聊 这样的概念 回到这样的区域的 难度是 不是特别高的 不是特别高 所以呢 其实做现外来讲 它是可以去做买入的 如果说出现明显的 阳柱的天亮成节 我是一定会买入的 它的这个 上涨的一个幅度啊 估计 涨382 303 32 305 33753 34附近 所以基本上涨到 我认为涨到 31附近 难度是不是特别大的 也说这样万点上涨 你不要以为这1万点是很小了 我们以前1万点 现在1万点不一样的 我们5万涨到6万 涨1万点 只涨了12% 我们2万涨到3万 还是涨50% 懂意思吧 什么意思 你看 假设这边涨上去 涨到3万 涨到1 涨幅高达多少 假设我们是 1万9年度出的 涨到来 可以涨到60多% 这样的上涨 是可以把握的 可以常去把握的 所以现物不过来买入者 可以 最近可以找一些买入机会 这是可以去考虑的 好 这是比例币部分 那 以太坊大家带过一下 以太坊的话 目前的话呢 它走的结构是 一样下跌 下跌延续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呢 如果说以太坊在 比如说1000处跌 或900 都可以 我们去看一下 短期说呢 这边回撤382 会哪里 大致会在 1986 2000附近 以太坊涨幅 如果触底到反弹 可能会涨到 翻倍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可困的 涨幅度 所以如果说出现 比较明显的买盘信号 绝少买入的 尤其是像一个 天亮的一个 爆量下跌 看 这个量是 继五九之后 最大一个量 非常非常大一个量 我们看一下 Coinbase现货的话 一样 这个量的话 已经是 跟我讲还叫差距 但是是目前来讲 时隔了 我们看一下多久 时隔了 三百九十天 一年 又一个月左右 这么长段时间 第一根这么大的 K线 日线级的K线 所以这根 阴线 它的价值非常大的 然后后续出现 这个阴线后 出现这样的小阴柱 时鸡 所以短期来讲的话 也要让处底 很近 其实不小 短期来讲 大幅下跌 比如说跌破八百 跌到五百 概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你要聊这样的情况 所以还是关注晚上的会议 目前的话呢 如果以消息们来说 解释的话 其实目前的下跌 这样来看 它其实是对这个预期 加息75几点 来预期的一个表现 价格已经下跌了 所以晚上如果只加五十几点 短期来讲 非常非常大概率 可能会出底 那如果我是加 一样加75几点 那么可能价格还会下跌 或小幅地继续下跌 或者是你要等待 更明显的买盘先后出现 再去买入 比如四角级别天亮 四角级别的一个买盘天亮 像前面讲过的 四角级别的一个买盘天亮 这种天亮买盘 天亮的买盘 看一下 看哪里 买盘 在买盘出现之后 我们再做买入 会是比较有说服力 而且比较更距的 那你的止损 假设在这边买入了 你可以放在这里 止损放在这个吗 可以先下方吗 或你放快一点 可以先下方可能 放下方可能五百点 那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可以放好一个机会 那我们需要等待 这样的阳线 再去买入或做 起油多单 才比较合理的 那目前的话 可以做空 我是不会在这边做空的 位置太低了 那价格如果持续下跌的话 会持续找买入机会 会这样子去探讨 目前的话是这样解释的 那以上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是你觉得我的分析不错 请你帮我给个赞 那就是对我最爱的支持了 好 非常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